今天跟大家解說一下我最近發現不錯的產品 就是V-Force最新的這個鋁墊打氣機 OK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正常版本 它這個單孔設計的部分 我們把它整個螺絲大部的一個拆解之後 不要講大部啦 稍微把這四個螺絲拆開來 它裡面有一塊IC 這個IC就是防止你過沖或者是過放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它的這個直流電的部分 這個線做的也是蠻精緻的 那就是它內部的構造 然後呢其實呢像這種鋁墊大部分都是過放 造成它的壽命或者是直接就壞掉不會再衝進去 那有這塊IC它就是在一定的殘存值 它就不會再讓你持續用下去 它一定會有一個保護機制 然後讓你可以再手續再衝 我們可以說這台打氣機 它分別是有1500mAh單孔的 還有2600mAh雙孔的 那我這邊大概做一個解釋就是說 不管它單孔雙孔 它的實際操作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充電的部分呢 都是採用USB頭這邊 都可以直接拆開來直接充電 然後它每一台 像這台是雙孔 它每一台都會蓋一個打氣石 或者還有這個軟管以外 還有一個逆壓法 防止你的這個水倒灌的部分非常便宜 那這就是充電線 那我這邊要強調的是什麼 第一個它是怎麼使用 它有按一下 它可以持續打氣 出氣 齁 然後呢再按一下 它變成 打氣7秒之後再停頓 齁 然後停頓一下 再打氣7秒 就這兩個功能階段 就這麼簡單 齁 那 我這邊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打氣機 它不是完全防水 它只是防潑水 從任何的角度來看 的的確確它一定會有一點點縫隙 那個叫做正常 因為這種打氣機本來 你說做到完全防水 我這樣覺得 是不太有可能啦 而且如果說 因為它的價格的部分呢 老實說非常的親民齁 分別是 420跟500C 然後加上這種 迷彩的塗裝 非常適合年輕人 OK啦 東西到哪 我們來試規矩 講到哪 請見到哪 OK啦 我們來看一下它背後的巧思齁 我們來看一下 它正常是這樣做一個掛勾 但是我會建議我的顧客呢 做什麼樣子掛勾呢 把它轉向 為什麼把它轉向 轉向之後呢 轉向之後呢 它變成怎樣 它打氣孔 它原本打氣孔就在下面 我們把它轉向裝之後呢 第一個它指滑 在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 波箱 我們的 直接 出氣孔可以直接 出來以外 來我們仔細看一下 它如果說它是一個防潑水的話呢 它也可以大大降低 它的水進去 到IC這邊 因為從這邊 如果真的要灌水 到這個IC面板 還是需要一段距離啦 那以上都是我 李健浩的個人的建議 那我也希望你們會喜歡 OK 感謝你們收看